假設說明朗要用道德標準的這個角度 去來看這個王定宇的話 但是明朗內部其他還是有些人 他們身上也是有一些問題在的 也不只王定宇一個人 高志朋也有 然後這個柯建民那麼難看的 捲入前調局局長的案子裡面去 而且那個是非常糟糕的一個濫權的行為 但如果說今天用這樣的標準 去對待王定宇的話那其他人呢 所以我並不覺得在王定宇這件事情上面 是這個道德標準的問題 我覺得還是派系之間的問題 而且他這個派系其實已經妥協了 只是獨派不滿意而已 如果真的是被全摩基督官把持的話 那早就應該提名李俊逸了嘛 因為民主基本黨是這樣 這個人有問題就提名另外一個 結果他們兩個參加初選啊 那為什麼連李俊逸他也沒有事情呢 別人有事不提為什麼不提我 我是唯一合法參加初選的 所以他們派系已經事實上都已經協調過了 所以小英也覺得說 這樣可能兩邊都可以平息 所以不提民李俊逸嘛 但是因為獨派覺得不滿意啊 我覺得如果你不提他 還是要出選贏的要出來啊 所以說我覺得獨派這個時候在做這些動作啊 剛好是讓他們的內部協調的結果破局了 所以這個惠文問題就來了 其實在昨天我們約瑞有談到這個問題啊 就是說我們在揣測有可能王定宇他落淚含恨宣布退選 其實呢應該是背後可能談好什麼條件 但是呢如果一旦談好條件了 那為什麼現在又要叫個不停 然後又要罵蔡主席 而且呢話好像還說的挺重的 那看他怎麼做 這個問題就很奇怪了 那到底為什麼要吞下去呢 昨天鄭運鵬啊在主持人的節目講說 民進黨剩兩個派系 一個是新系 一個是謝系 那這兩個派系跟王定宇個人啊 有沒有恩怨是有的 這個新系那時候這個 當然那時候十一寇的時候被追殺得很慘 那李俊逸的話跟王定宇初選殺成這樣子 不過這兩個派系對蔡英文而言又有不同的意義 因為新系那時候就是拱蔡英文選黨主席嘛 後來蔡英文才能夠一路這樣上來 而且那時候當在中央黨部附近的都是新潮流的人 到最近才有一些別的人馬加入 什麼時候呢就是總統初選的時候是 謝系就加入了 所以這兩個派系其實跟蔡英文 如果陳唐山影射到底是哪兩個是全部派系 這兩個候選人嘛 不是新系就是謝唐廷 謝唐廷那邊的人 這一次的立委總協調的召集人是誰 是謝唐廷 所以謝唐廷李俊逸又是他的人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麼猜 但是今天蔡英文說他會派人去跟陳唐山報告這個原委 我這邊幫蔡主席出個主意 派誰去呢 當然是派王定宇去嘛 最應該反彈的人其實是王定宇嘛 可是王定宇已經擺平了 王定宇已經OK了 大家都知道說一個台南市議員 要進階到當立法委員 那個門檻是很高的 這一次沒有機會 這一次其實如果王定宇出來選的話 我相信他會當選 這一次沒有搭上立委這班車 至少要等四年 四年之後的變化是什麼 搞不好陳唐山都繼續做啊 身體健康啊 一直當立委什麼的 因為單一選區的話 王定宇不知道排到什麼出來 因為大家知道 定宇一定研究很久了 天改立委的籌選 定宇本就要選了 上次那時候台南市台現在分開的時候 上一次王定宇就有那個企圖性相選了 可是後來又作罷 在這種情況之下 王定宇一定是很委屈嘛 不過我最後講一下這個陳唐山 大家不要以人非言 你看陳唐山去指摘蔡英文的對不對 是對的 如果你派系擺不平 你旁邊都是被這個 謝唐庭的人馬跟信朝的人馬包圍的話 以後如果蔡英文真的當選 那誰來治國 就大概應該從陳唐山的話去檢驗說 民進黨的這個團隊 現在由蔡英文當總統候選人 假設民進黨真的贏了 因為現在看起來不無可能 他如果真的贏了 是哪些內閣的這個成員 然後五院啊 然後政府的重要部會什麼的 難道都看謝唐庭的人馬 跟信朝的人馬去分嗎 這樣的團隊已經告訴我們說 過去八年他是失敗了 你現在說我們準備回來了 除了總統變成一個女生 那其他都是原班人馬 包括吳乃人啊邱毅人啊 這些人通透過來的話 那這個團隊跟八年那個腐敗團隊 有什麼不一樣 我認為是一樣的 我覺得陳唐山比較可惜的一點是說 他看的是一席立委 這席立委你怎麼這樣子 可是我希望陳唐山有大佬的風範說 小英啊你的兩岸呢 你的政策呢 你如果真的叫做獨派 剛剛有前輩說他們是獨派 獨派要檢驗的是這個 對 董山啊你別忘記 你是一邊一國連線的召集人 你應該叫蔡英文說 我們一邊一國連線 你也稍微支持一下 對不對 王定宇也是一邊一國連線的人 那你今天蔡英文 如果從一席立委進而去檢視 蔡英文的兩岸政策跟路線 其實我覺得民眾是歡迎的 這一點陳唐山做的是不夠的 蔡英文會回答你說 這兩岸政策的問題太複雜了 我明年1月14號之後再告訴你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我呼應一下會員的講法 可是我們要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為什麼對民主軍民黨很多派系 所謂的大佬也好 還是民主黨裡面 軍民黨在批評別的人 如果今天提名的是王定宇 陳唐山會出來批評嗎 應該不會 常常批評的會員認為那些重要的東西 都不會講了 他今天為什麼要講權謀 講說派系把持 講因為這樣而不能治國 只要給他很大的壓力 最重要就是沒有提名王定宇 要是有提名王定宇提名 他們自己派系的人 這些話他不會講 為什麼要團結 1月14號以後再講 所以這些人講這些話 聽聽就好了 1月14號以後真的會講嗎 而且光晴像剛剛其實 會員就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如果現在你看蔡主席 你都覺得她是模糊不清 很多話都講了模糟兩可 你也搞不清楚她到底真正在想什麼的話 那以後真的一旦是她當選的話 那你可能還是會搞不清楚 因為她不一定會說清楚 而且但是有一點就是 可能是不是要提防大家 就是要真的看清楚 因為在真的當選了總統之後 說不定她要擺平各個派系 可能會有出現所謂的酬庸啦 或甚至有人形容為政治分贓啦 這種情況可能會出現 其實有超乎王定宇 他被撤銷提名的這個部分 只有一句話 就是說你現在為派系所把持 你未來怎麼當總統 但是你不必指望說 我們陳唐商陳大佬 他會站出來進而去質疑說 那你這個事情沒講清楚 你兩岸問題也沒講清楚 你是不是沒有這麼堅定的捍衛 一邊一國的這樣的一個主張 我想他們先前是怎麼看蔡英文 都是美好的 像獨派那時候在蔡英文 我們自己的出現裡面都站出來挺 就算沒站出來其實很支持的 今天就是單純的為了王定宇 就是說我們是意識形態是一樣的 認為他路線走到so far 他也是覺得是ok的 但是你衝到我們這個派系的 這個既得利益的時候就跳起來 但是我們之前在看這個王定宇 我那時候還講說定宇的他個性 就是能文能武 他要焊起來要硬起來 他搞不好跟你硬幹 我說有沒有這個可能 當時候其實我是講說 那如果硬幹的話 那你這個選區 你不可能再提另外一個人 可是就差別就在哪裡 王定宇就很可惜了 他就可能要退黨了 要退黨了 他直接參選的話就要退黨了 那我覺得現在的問題 就是剛剛乃菁提的很正確 就是說你蔡英文 我們做到標準不一 我們在同一個事情 不要扯到那個什麼 你到底是何求同何不同 但是你對於其他的黨內 其他的像縣市長 蘇智芬 其他的那些被搜索的 被起訴那些人 你的標準是不一的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反觀國民黨 你在處理初選這些人選的時候 像陳萬德他通過初選 王定宇當時候也是通過初選 你今天爆出來說 你有其他的案子 雖然只是起訴 還沒到你一審 撤銷題面這個階段 那你未來怎麼辦 你怎麼處理 你的刀的標準在哪裡 還有就是說 蔡政員的問題也是一樣嗎 又有另外一個案子 你們可以回馬槍 再把原先的那個李彥秀 給做掉 然後你再來一次這個 再比一次初選 然後他過過了以後 說這個案子沒事 那另外一個案子又爆出來 又一審又被判刑 對不對 那你這個部分 你如何繼續 我覺得國民黨相較之下 他會比較頭大 確實這個標準何在 我們先插播一個最新消息 在今天午後對流 雲系發展旺盛 西象局發布大雨特報 今天呢 北部東北部地區 還有中部山區 會有局部性大雨發生 所以呢 提醒大家 一定要多加的防範大雨 雷擊還有強整風 提醒您注意 馬上回來